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讲一分钟命理犯太岁 犯太岁很多人 他是用12生效可能的一种方式 但是其实你到庙里面 你会发现到 几乎每年都要安一下正冲旁冲 什么冲都有 在八字里面 他犯太岁 他其实他分为一个 第一个叫市政 这个叫市政 第二个叫做市长生 第三个叫做市库 他这一个就是一个太岁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你的生效今年 例如今年他是属什么 属狗 那就是乘虚丑卫 这四个生效犯太岁 像去年是属鸡 那就是只捕毛有 这个市政犯太岁 像明年属猪 隐身四害 这个四个生效犯太岁 所以这一个太岁是以八字的角度去降着 而这一个来讲的话 会比一般的12生效犯太岁 他还会更比较有效一点点 他更有效一点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人再见 拜拜